哇 暴龍啊 這裡有暴龍 哈囉 我是Kai 今天繼續回來玩方舟方塊 首先要講一樣東西 事情是這樣的 那我就有看到有朋友留言說 到底要怎樣開多人遊玩 用了一兩個小時去研究 伺服器是開到了 不過只有自己看到 然後呢當我直接進入那個伺服器 其實他就是我原本這個存檔 我也不懂為什麼 而且他是在創造的模式下 這個也是非常不明白 這樣我就看到有個選項 他是叫你按F1 F2 可以好像製作東西啊 其中一個就是說 可以按下去 擊敗所有的生物 看到這樣的東西 我也是很好奇 就點了一點 突然就覺得 不對勁了 以為這次真的是擊敗了 哼哼 所以我的生物 全部 又不見了 你現在看到的 其實我又重新抓了一些 像是 螢火蟲有兩個 總頭龍也是一個 翼龍也是一個 杜杜鳥有五隻 現在他們頭上是有好像愛心喔 是不是會生蛋快一點呢 而迅猛龍呢 其實現在抓到了也不能其他 至少要30等 所以如果看到 比較高等的我們再去抓吧 那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我已經有發現一個 49等的烏龜 現在是21等了我的等級 所以可以來 馴養一下 馴養馴養 他卡在這邊 嗯 來吧 49 抓這個好像要 要等很久一下 果然要等很久 哼哼 我覺得我可以 做些其他的事情 為了大家 我連所有生物 寵物都犧牲掉了 所以如果你喜歡 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 點個贊 支持一下吧 哈哈 能不能成功開到多人伺服器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 不過在網絡上 其實 也是有人做到啦 我也是有看到 蠻多玩家 他們都有自己的伺服器 我會將相關的網址 放在影片的描述裡面 他雖然是英文的 不過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看研究一下 當然也是希望 這款遊戲 他接下來會增加 就是那種 可以和朋友連線 小型的多人模式 像以前 原本方舟那種 非專業的模式 其實已經就很不錯了 四個人一起遊玩 因為真的要開伺服器呢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你要買的話 也是要一筆錢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耶 我將它變成方塊吧 以前的方舟 生物卡在樹 其實是有機會消失的 就是當你砍掉那棵樹 連同這個動物 這個生物都會不見掉 我不懂這個方舟方塊會不會啦 不過也是看到 蠻多野生的那些生物 卡在方塊那邊 烏龜 其實它有什麼用 會不會採集呢 我先來做個鞍吧 皮革甲殼樹 我好像沒有甲殼樹喔 雖然我有研磨器 不過 看一下能做到嗎 欸 需要甲殼 Yeah 是時候探索外面了 走出 這個新手的草原 會有什麼呢 我是蠻想找草原龍啊 草原狼 因為看到也是 很多人都有抓 可是我這邊就沒有 不懂為什麼 到底會看到什麼呢 穿越這個沙漠 其實很大幅的沙漠耶 哇 而且下面是不是有什麼遺跡啊 難道木乃伊就在這邊 哇 這樣大隻 有看錯嗎 是BOSS來的嗎 還是什麼 還是普通的蟹子 哈 再走 晚大片都是 都是這樣的 這裡 這裡又好像很乾燥喔 哇 哎唷 糟糕什麼鬼 哇有gollum那個 石頭人啊 其實是可以抓的 哇唷 那個 單眼的 哈 好恐怖喔 要小心耶 這裡 這裡 這裡是沼澤吧 就在我們家對面 可是我沒有看到有東西的 沒有生物嗎 哇那個 感覺他遠遠都看到 還是因為 沼澤這裡太小了 他的範圍不多 哇 這麼降了 這裡的地形 感覺像好像佛在空中這樣 遜門龍 能不能看 多少等了看到 啊 可以的 遠遠看了 我飛這個時候應該是不能掃描吧 應該不能 他體力沒了 休息一下 雙擊龍 哎 糟糕 這裡呢 因為你用一樓 哇 好快一下耶 九等 有水都那麼快嗎 哇很冷啊 一下冷一下又熱 我慢慢來吧 就是 看周圍有什麼 沒錯的話是會遇到那個鱷魚的第2 你看這些深入全部 他是生存的關係嗎 哎呀 哎呀 這怎麼 這怎麼飛到這樣的 為什麼他會打橫飛的 哎 進不了 啊 有空間 會擋住了嗎 什麼意思呢 我知道是有傳送門的 可是不懂為什麼 這裡會卡 卡住 先回來這裡升級一下 也許是不錯的升一升 因為 他體力 翼龍是要加一點體力 和重量吧 速度的話還好 哇 怎麼鬼啊 這樣快就出來了這些東西 那麼遠都知道我 不可能吧 都很接近一下 這裡有很多植物哎 是魔法植物嗎 哇 骨頭人 還有什麼呢 這是什麼區域我也不懂 感覺 紫色這樣 然後這邊又 變成好像秋天 哇哇什麼鬼來的這樣大隻 哎呦 好袋鼠 哇有冰龍 糟糕 飛的東西 哎呦 阿根廷巨鷹 多少等 有巨鷹我覺得就 戰力很強 三十三嗎 可是 有機會 可是雪地也難啊你看我血量 才接近就 扣到那麼厲害了 除非有加抗性吧 你來到熱的地方 血量還說不會扣 可是雪地就會了 很大隻一下那個袋鼠 沒有想到 很恐怖哎呀樣子 哈哈 給大家看一下 看到嗎 啊 因為我遠遠就發現 哇 暴龍啊 這裡有暴龍 多少等了 哎呦 第一次遇到 哇六十多 哎呦 他在雪地啦 哇 Shit 走啊 阿根廷已經看到了我 哇 追到 冰月啊那個幽靈狼 哇什麼鬼都有啊 危險 我要任路一下勒 因為我會死勒 再這樣下去 太什麼了 哎呦哎呦哎呦 Shit 啊 哎呀 Shit 頂你的肺 真的死 我想說 就是 呵 哎 死的那麼快 因為一龍還是 體力會不足啊 一體力不足你就跑不掉 而且那邊 太過冷了 哎呀我的劍那些啊 什麼都沒了 幽靈龍打死我 剛才是 講真其實我只是想抓一抓 草原狼那些 比較新首相的 寵物而已 結果也是找不到啊 再來就是呢 也許我就是進入過創造模式啊 這個地圖 他已經幫我開完了 那沒辦法了 呃 我們再一步一步來吧 如果現在這樣看地圖 其實新手的草原 蠻遠一下 我直直下去 那個中間 綠色那邊不懂能不能呢 OK這裡有個45等 來抓一抓 哈哈 甲蟲 能不能抓 可以 可是要怎樣了啊 我記得是要餵了 餵了什麼 糞便嗎 看一下這個組會不會身份 一個 哈 相信為他白果 他會 會嗎 應該會有很多吧 疊起來 巧克力糞便 來試看是不是 能抓那個甲蟲呢 可是他沒有顯示 我感覺 要 就是要射雲塔 啊 抓到了 試看 最實 可以嗎 感覺沒有反應 射箭 我怕他會死 有嗎 啊暈了 沒想到真的可以暈了 可是他要吃什麼 食物嗎 食物嗎 我有生肉嗎 我看一下 那一龍身上好像還有 抓到甲蟲 可以留著的之後 種東西方面應該會有用到吧 我查了危機他是說 也是分辨 也是分辨啊 可能是啊還沒餓 看下哪 食物 如果他 應該是五十吧 一把五零的時候 來看一下 到底 能不能 我們 巨型甲蟲 哎 別擋住 有嗎 有嗎 差不多了 五四三 三二一 哎 沒有啊 尋養中 可是沒有東西 啊有啦有啦 終於吃了 呃 我再去 回去拿一點 劍心香的糞便 終於有用了 這個豬 賣兜 家裡呢還是要多一點 螢火蟲 不需要火堆 其實就 可以很光了 這裡又有多一個 其實他們都是屬於 沙漠的生物來的 只是這邊是邊界的關係 所以這些生物也是會走過來 他是沒有說好像 會限制他們進入這個區域 抓到了呀 要了要了 來呀 來呀 夾蟲 夾蟲 我打夾蟲會不會有 甲殼樹呢 啊 能抓啊 可以啦可以撿啦這個 小型的動物 先將他帶回去 我看一下我的樣子是怎樣 丟下去 我跑去哪裡 先關掉 要停下先 直接進屋子裡面 那麼叢林 糞便應該是可以放 池料吧 試看 哎 不能嗎 他才要吃什麼 還是他 算是吃果實的呢 也不知道 不過放在他身上吧 今天的影片先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想繼續看下去的話 記得點個讚留言讓我知道 第一次的奇幻冒險下半端 會在明天發布 到底Kai能不能找到草原狼阿旺呢 好的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拜拜 bye 我 抓住